N2青刺方超能奶昔 邀您共賞 媽媽好神 俗女家務室 好 真的父母 還是有超不完的心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在小孩的飲食方面 也是要常常為他們部署 到底哪些該吃 哪些是什麼時候要吃對不對 對 除了科業之外 我覺得小孩的成長很重要 營養也很重要 可是現在小孩子難免 還是會有一些 每個人不同的挑食的習慣 那因為其實我也不能罵我女人 因為像我本人也是不太吃香菜 那我曾經要給他吃 他一看到香菜也是嚇死喔 而且就這樣整盤不吃 或者是她的心情會影響到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這樣也不行 因為挑食其實是現在小孩 滿麻煩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知道 有時候上節目碰到醫生 朋友他們都會說 其實小孩子成長的關鍵 就是要補充鈣質 還有補充可以長肌肉的蛋白質 這很重要 現在我就找到了這個 它同時就是可以補充鈣質 還有我們長肌肉要用的 那個蛋白質 那我想問一下營養師 因為我們每次都覺得說 要成長這方面 好像就是補充鈣質就好 怎麼會還有要蛋白質呢 對 就是我們其實一般想到 鈣就會覺得就是跟生長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坊間 現在流行有很多的不同的鈣 那像是有這個紅棗鈣 那因為紅棗鈣 它的結構比較特別 它就是一個 特殊窩孔 多孔性的一個結構 所以相對它的吸收率會好 跟這個牛奶三十九點四 吸收率接近 那我們牛奶為什麼都會說 這個牛奶是小朋友 這個好像每天六大類食物 一定要吃的一個 這個重要的食物 就是因為它富含了 所謂的鈣質還有蛋白質 而且它的蛋白質裡頭 有所謂的 精胺酸 那精胺酸呢 它就是幫助我們這個 刺激我們的生長激素的分泌 那生長激素 那當然就是跟我們兒童 生長有關啊 所以為什麼在六大類當中 就奶製品非常的重要這樣子 那在疫情之下 其實很多家長都會有這個困擾 因為每天都在家裡 要煮三餐 那大家就想說 煮三餐 吃點心 到底如何可以讓它 就是變得就是 就是健康一點 那我們來看喔 第一個 就是巧克力跟巧克力爆米花 給大家猜猜看 就是對這個成長 哪個比較有幫助 要來考試喔 看好嗎 對 好 那給阿諾猜一下好了 對 這兩個完全沒幫助吧 小朋友怎麼可以吃巧克力 小朋友完全都可以吃巧克力 你冷靜嗎 冷靜...媽媽 因為你知道小孩子 總是有一些小孩子 他想吃零食嘛 他在想吃零食裡頭 我們就是二選一一 對 總共有吃這兩個東西 那當然就是要有爆米花 因為爆米花是玉米的一種嘛 所以它一定還有其他的營養 就不會單純是巧克力 棒了棒 果然是超前部署喔 對 就是我們的爆米花裡頭 其實它就像糙米一樣 所以它有外面那一層殼 所以它其實對於我們的腸味道 也都會很棒的喔 所以一定要吃零食的時候 我們就要選巧克力爆米花 贏過巧克力 對 所以選普通的爆米花就好了 當然 更好 好可憐的小孩 而且零食 好 第二題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如果南瓜濃湯跟焗烤義大利麵 這邊是 南瓜濃湯嗎 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是嗎 可是焗烤有那個起司 對啊 真的有 有鈣質啊 而且義大利麵 是賣做的耶 那焗烤義大利麵 是不是 立刻被碎火 我很容易被碎火 南瓜有很多膳食纖維啦 南瓜打成濃湯應該就沒了 是 南瓜 我不知道啦 好 好 來 正確的答案是 南瓜濃湯 對 因為其實第一個 它的纖維打完以後 它還是存在 它其實口感很好吞 那再接下來 的確焗烤裡頭的起司有鈣質 但是因為它相對 它的零還有甲離子高 那個也會影響 我們的鈣的吸收 那南瓜它雖然是素的 但是它的鈣是一個 好吸收的鈣 所以如果對成長來講 南瓜濃湯相對跟焗烤義大利麵 比起來 南瓜濃湯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煎牛排跟 毛豆炒蛋 這個從字面上看 一定是煎牛排嘛 對不對 營養成分比較高嘛 但是因為我也帶過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 就是假鬼假怪 對 所以我選擇 毛豆炒蛋 你這是逆向操作 對 你這樣即使答對 那個理由也不對 對啊 不是 我是將心比心嘛 對不對 我們果然破了製作單位的心 好 正確答案就是 毛豆炒蛋 對 那為什麼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小朋友長大的時候 要多吃蛋白質 像牛肉糕的東西 其實乍看之下 很多人都會選牛排 可是因為它的蛋白質高 可是它的油脂也很多 所以相對其實 他們國外小朋友 雖然長得很高大 但是他們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 小朋友在越小的時候 油脂越多 就是第一個 會影響到它的生長高度 但是最重要的 因為也跟遺傳有關 因為外國人相對遺傳是比較高 第二個很重要是 也會影響到 它血管的狀態 對 所以那 但是我們的毛豆炒蛋呢 因為外國人比較不吃黃豆 毛豆這一類的東西 可是他發現 整體我們這樣吃下來 小孩子的 在整個這個健康 或是說我們到 未來我們看更遠 超前部署 到這個所謂的更年期 就是我們女生的更年期 反而我們女生 尤其是東方的女性 因為這樣子的飲食 反而會更健康 骨質密度會更好 其實毛豆本身營養價值 是很高的 對 蛋裡頭像軟鈴脂 或是它的蛋黃裡頭的鐵 這些的營養素 就等於更加成 我們兒童成長需要的一個 多元化的營養素 其實妳老師想很多就了解 可是小孩子就真的 有時候就是偶爾 那心情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這個不想吃 那個不想吃 看到桌上太多東西不想吃 每天吃太像也不想吃 你就覺得頭很大 那所以我那時候 找到這個黃金營養素的時候 我發現它這個很可愛 它是為小孩子 專門設計的 真的喔 所以它有三種口味 像巧克力 草莓跟香草 好棒喔 你看它這個包裝 其實我女兒一看的時候 都覺得它這個包裝就很可愛 然後泡起來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很香濃的口感 我那時候看配方的時候 覺得很讚 因為我覺得我女兒 最近讓我發現她的改變 就是她在書桌前面 可以做得比較久 真的假的 而且她那天還找我 在一起在玩她的數學的 有一些公式 像我昨天前兩天晚上 我每天晚上就聽到 那個平均數 平均數 就是她會很有興趣才跟你解體 但是她以前是害怕的 腦鈴子 其實就是所謂的 零脂吸思胺酸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腦袋裡頭 就是有所謂的 腦袋的這個細胞膜 那他們跟彼此要做溝通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腦鈴子 就是可以幫她的溝通的時候 可以溝通得更順暢這樣子 對 那蛋裡頭其實就有 剛才說的軟鈴子 但是因為含量的關係 所以有些人就會從 保健食品裡頭 再去做一個額外的攝取這樣子 好棒喔 對啊 而且我覺得媽媽 真的要懂得扁跳 就是說你看 每天三餐 你光想說要做什麼 其實有時候壓力是滿大的 所以我也想要當一個 輕鬆一點的媽媽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好幫手耶 有像現在早上 其實早餐大家都會說 吐司拉蛋 或是有時候煮一些 什麼排骨麵 就是說他們不同的 我們一直在想說 早餐也要吃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誰想要每天早上吃一樣 看到他們都覺得 快要巴風 然後這個話就是說 你可以加 而且它不同的口味 然後每天換給它喝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人都會有起床氣 早上起來 你看到一個很固體的東西 讓你吞下去 有時候也很難 有時候還沒有胃口 有時候真的有點難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讓它 直接像一杯就當早餐 因為應該是比不吃早餐好很多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又方便之外 營養我也可以 大概地掌控得到 而且它這個很方便 就是我們像上網搜尋 你就可以買得到 所以也是很 就是我覺得是很輕鬆 讓媽媽也可以 就是各方面都可以顧得到 對 就是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人 就是小朋友的時候 早上就是覺得說 不吃早餐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發現就是真的 不吃早餐 其實真的會影響到 學習的部分 都不吃反而會讓我們的 這個身體的轉換率 就會比較不好 婉萍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說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腦靈質很重要 腦靈質到了我們這個年紀的大人 是還來得及補充的嗎 它應該要 實時來補充 對 要實時補充 所以它應該 為什麼就是說要均衡飲食 包含就是蛋的話 在我們的六大類食物當中 也會在這個其中一類 對 像包含有一些人 不是會打精力湯嗎 會加一些這個軟鈴脂進去 所以其實這個是大人小孩 都可以去做一個 補充的一個營養素這樣 OK 所以這媽媽們 為了孩子們的成長期 可以長得好 長得頭腦壯壯 都一直在超前部署 所以婉萍覺得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做法 是對的嗎 還有什麼其他的建議 好 就是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這個黃金生長期 其實有幾個很重要 還是跟生活有關 對 早睡 所以大家努力加油 妳剛剛秀出來了 早睡這個很難 恭喜在現在 就是孩子們在居家防疫 其實每天都為了早睡 也要抗爭耶 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 運動 然後這個運動也很難 在居家防疫之間 對啊 不能住了 好 那再來就提醒大家 少喝飲料 那另外就是說 在成長當中 我們的蛋白質和鈣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覺得這天下父母心 為了孩子 我們就是要真的是 多安排 多找可以幫助他們成長的這些 配方也好 補助也好 沒錯 那接下來 趕快來做一下心理測驗 今天孝老師在這邊 因為真的很想知道 我們超級的部署 到底其實我們背後的 那種想法到底是什麼 其實都是 真的假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左邊這個圖 請問你第一眼看到什麼 給你四個選項選一個 一 兩棵樹 還是二 一雙手 還是三 是一個女子的背影 有沒有看到中間 還是四 你覺得那不是女子 是一個男子的背影 一 二 三 請舉牌 好 有一 有二 大家都是 我覺得 對 有一有二 看到一啊 第一是一啦 第二我是三 對 我也是耶 我的第一眼是一 然後可是你再看一眼 就變三 那老師也是 我一直想找女子背影 我都找不到 那是 所以基本如果第一反應來講的話 大家全部都是一耶 對 對啊 好 那我們就從一接小胖 好 這什麼心理狀態呢 好 我們看選一的 你的 造型部署的心理是胃與酬眸 什麼叫胃與酬眸 就是 你平常吸收很多的知識 所以 然後你也會消化 舉例來講 當別人在買口罩的時候 你已經在買面罩了 當別人在買酒精的時候 你已經在買次氯酸水了 像我自己是選一雙手 他也想說其實你的觀點 會跟人家不一樣 別人說買口罩 你就說步步步勤洗手 是最重要的 你會買肥皂 對 所以你的觀點 永遠跟人家不一樣 但不是說錯 而是說其實也有道理這樣 部署的位置不同 那就很好耶 不跟風 對 不會跟人家搶 對 不會搶衛生紙 去搶 誰會想給孩子 寫一本書啊 而且這二十年之後 才要看的書 好 三呢 三 可能有人選三 那選三的人呢 就是 都一樣啊 對 很會被催眠 就是跟風心理 到全年一看 那個什麼泡麵沒有了 就上網去訂泡麵 一定要買到泡麵這樣 總覺得說跟著大家走 總不會錯這樣子 好 如果選四的 男子背影 你的 你的思考邏輯是很理性 非常理性的 對 你不太容易 有這個跟風的心理 所以其實一跟二是比較 比較相對的 三跟四也是比較相對的 所以跟四的人相處在一起 其實你可以很安心 但有時候也會很累 因為他太理性了 他完全不跟你的感性做溝通 但是跟著他走對不對 是對的 所以這個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不過其實在人生 整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真的需要提前部署 才能夠就是比較完善的 來面對狀況發生時 沒錯 但有準備的當然比沒準備好 但也不要就是為了好像很怕 沒有跟上 或者是要未雨綢繆 就每天在擔心 沒錯 也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